地址归上 带来的感恩的心 尊敬的各位老师 尊敬的各位企业家 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青岛的袁洪辉 昨天从青岛来到唐山 今天又走上唐山的分享台 可以说感慨万千 首先让我以至诚感恩的心 来感谢我心目当中的两位贵人 他们就是也从青岛来到现场的青岛大洲公司 刘克成总裁和青岛报业集团的杨国家老师 如果没有他们 我恐怕今天不会来到这里 如果没有他们 我也很难及时地学到弟子归 及时地触摸到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圣贤教育 如果没有他们 我也不可能在今后的学习当中 认识了那么多大恩大德的老师和圣贤知识 也不可能在今天一下子接触到这么多优秀的企业家 那借此机会 让我再次对这两位恩师表示深深的敬意 2009年的7月16号 当我得知 要让我来唐山与大家交流分享 学习弟子归 学习中华传统文化 所发生的变化时 说实在话 我内心有愧 因为我无论是从学的还是做的 都与在座的各位老师们相差的太远太远 我的确拿不出什么来分享给大家 我接触到弟子归和中国的传统文化 以及圣贤教育 仅仅才半年多一点的时间 比起在座的各位呢 我确实是真正的墨学 但是我很清楚 如果一个人要给大家分享他的水 分享给大家水喝的话 那仅仅仅一暖瓶是不够的 一桶水也是不够的 最起码也要有一缸水 还要有海量的水 反观我自己 我的杯子里面空空如也 所以接下来我恐怕是内容空白 非常甘苦 刚才在我上台的时候 可能大家也看到了 我拿了一件与众不同的东西 待会儿我展示给大家 2008年对我来说 是极其困惑和苦恼的一年 许多不顺意的事 接壮而来 我公司是从事城市景观照明 量化的设计施工的公司 那么在03年以前 在青岛以及周边的城市 做了许许多的政府的量化工程 那么公司在青岛呢 当时也是小有名气 在04年以前 公司的效益 也可以说 利润方面都是比较客观 由于我个人呢 在这种顺意的情况下 没有很好地把握自己 没有很好地修身养性 结果招来了许多恶元 都是些什么恶元呢 我来向大家一一地道来 第一 在04年的下半年 我认识了一个 搞污水处理的专业骗子 这个骗子呢 将我公司当时 在账户上的一百多万元 给骗得个精光 虽然我在市公安局 报了案也立了案 但是呢 至今不做任何处理 随后呢 这个骗子 又以同样的手法 骗取了济南一个受害人 二百多万元 骗得了资博的一个受害人 七百多万元 这两个受害人 当即就向当地的警方报了案 当地警方迅速出击 马上行动 到青岛去 把犯罪嫌疑人 抓获归案 经过长期的积压 犯罪嫌疑人呢 很快地就交出了 他所骗得的赃款 为当地的受害人 挽回了巨大损失 而我 虽然我的案子 已经在公安立案了 但是呢 至今未果 说实在话 我的心里不平啊 第二个呢 是由于自己 没有很好的接触到 圣贤教育 在婚姻方面的选择上 没有一个正确的选择标准 05年 婚姻破碎 08年 在婚姻财产的分割上 法院的判决 明显地有失公众 甚至连我80多岁老母亲 居住了几十年的房子 也判给了对方 这是我老母亲 无处可居 第三 08年下半年 为了尽快地摆脱 公司的困境 我公司呢 在外承接了一个大型的 景观照明量化项目 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甚至还为他们干了一个样板工程 结果 又被套进去了一百多万 这一百多万 可有相当一部分 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 还有第四 由于交友不慎 到年底的时候呢 这个人到处造谣声势 污蔑诽谤 只是我在众多的朋友面前 产生了诸多的误会和尴尬 还有第五 由于 就来不畅啊 自己的身体状况 每况愈下 身体的疾病 慢慢地开始产生 第六呢 由于上述的种种困境 是我处于一种 精神崩溃 心理严重失衡 状态 想不开的念头 时时在心里产生 去年的十一月份 我出差到北京 后来又到了天津 天津的唐姑 在唐姑的一个宾馆 我住在了十五层 晚上 当我与儿子和年迈的老母亲 偷完电话以后 一个可怕的念头 悄然浮现 回想起这几年的不顺 今年又所遭遇的种种厄运 我拉开了宾馆 十五层的窗户 难以控制的自杀欲望 不断地驱使着我 要让我从这个窗口 跳下去 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泪水洒满了床台 吃透了我的衣襟 此刻我又想起了 我年迈的老母亲 和我未成年的儿子 我悲痛欲绝 这时候呢 也又一幕幕地想起了 导致我落入如此凄惨地步的 自己感觉是一个个的恶忍 他们那一个个狡诈的面孔 一一地涌入我的脑海 突然 突然一个更为可怕的想法 在我的脑海里冒了出来 对了 我不能就这样白白地死去呀 我要杀了他们 也不迟啊 反正是自己也不想活了 有了这个想法 可以说 我在宾馆里 翻来覆去 彻夜未眠 第二天 我拖着疲惫的身躯 回到了青岛 回到了家 将在北京和天津所谈的 一个项目 要代理的事宜 给抛得一干二净 自己认为啊 应该化悲痛为力量 于是呢 我便开始着手准备 说真心话 我可是不能杀了一个 就休止啊 一旦开了杀箭 我就要越躲越好 哎呀 杀业还没开始 我先想到了防身 所以啊 自己像个幽灵一样 拿着公司仓库的钥匙 溜进了公司的仓库 来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器具 最终呢 自己用切割具 切了一段 铁管子藏在了车上 为了预防别人发现 还用了一条洁白的毛巾 把它包了起来 放在我车门那边 最得心应手的地方 接下来啊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 08年的11月下旬 我不断地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 让我来参加一个 有关什么弟子规啊 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班 我根本就没拿着当回事 后来呢 在一次见面当中 朋友们讲起了 他们一起几个人去南京 学习的场景 以及接受圣贤教育 所取得的巨大收获 同时呢 又邀请我 一定要参加 12月初在青岛哈尔 国际培训中心举行的 第一届 构建和谐社会 弘扬传统文化 企业家交流大会 说实在话 我根本没有心去参加 什么这个大会 那个大会 虽然我的朋友 多次劝我 也与我交流 我 让我到时呢 一定要去参加 等等等等 我呢 都没拿当回事 我想 我也参加了一些 这样的培训班 那样的论坛 也听了一下讲座 今天呢 这不还是落到 那个如惨的地步呢 我的朋友的说法 我对他 产生了一些怀疑 08年12月的一天 我也不知道 是什么日子 心里一直在盘算着 如何去报复那些 曾经伤害过我的人 这天下午 这天下午 我又接到朋友来了 好几个电话 构建树 你再忙 你再忙也不要紧 哪怕是来听半天 也行 也许 是这个朋友的执着 也许 是感恩朋友的心 开始慢慢地复苏 当我最终 当我最终做出 要来大会的选择时 已经是下半夜了 已经是下半夜了 当我驾着车 到达会场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 朋友们 为期四天的构建和谐社会 弘扬传统文化的交流大会 除了我第一天 心神未定 情绪未安外 其余的三天 并不是我自己坚持着听下来的 而是老师们精彩地演讲 企业家们精彩地分享 把我给吸引住了 是朋友真诚的 福威和关怀 把我给感化了 是大会一幕幕令人感动的场景 把我给留了下来 清晨 当我迎着海面上升取的 第一缕阳光 走进会场的集合时 让我惊奇地发现 参会的人员 每一个人 都是相敬如宾啊 礼貌待人 相互关爱 和蔼可亲 而且大会 除了食宿以外 不收取任何费用 这对我曾经参加过的一些 其他的大会 其他的讲座 都不动于我们的大会 而相提并论 会上 老师们的精彩演讲 企业家们的精彩分享 把人们的良知 人们的本性 把人们的善根 给一一地呼唤了出来 我被感染了 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 传统文化的精髓 被输入到 每一个参会人员的血液当中 台上老师的每一句话 都像高压电一样 在惦记着我的心脏 启发着自己 久违了的善根啊 记得一位老师 在讲到孝道时 他旁征博弈 分解着 百善孝为先 他向大家发问 你们回家孝敬老人的方式 是如何的 是常回家看看呢 还是常回家干干 你们自己孝敬老人的方式 又是怎样的 你们给过老人 给过你的父母 洗过脚 垂过背吗 我的良心被震撼着 热泪喷涌而下 这虽然已经是这半岁数 说实在话 还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教育 这么好的文化 以前怎么就从来没有听说过呢 我悔恨你 自己这迟到的本善的心灵 怎么就来得这么晚 会上金雅佳老师的歌曲 每一首歌 都像一个重磅的催泪弹 催人泪下 我再也忍受不了了 我在内心默默地喊说 妈妈呀 我错了 我才是你不孝的儿子 大会还没有结束 我就暗默地发愿 从今以后 一定要回去 好好孝敬 我年迈的老母亲啊 我不能再等下去了 四天的大会 不知不觉 结束了 回到家里 老师们的尊尊教会 和大会一幕幕感人的情景 浮现在 浮现在我的眼帘 谢谢 我跟儿子讲 奶奶是什么 奶奶是我们的根啊 爸爸是什么 爸爸是根上的树干 你呢 你是个树上的果 是树上的叶 如果没有奶奶 哪来的爸爸 哪来的树干 哪来的你 哪来的果和叶呢 还好 儿子抓紧时间做作业 第二天中午就完成了 果当下午就给我的妈妈 打了一个电话 我说 妈妈 我下午准备来看你 我妈妈接到电话以后呢 非常着急地说 不用不用 你那么忙 不用来看我 我挺好的 你看看 老人就是这样 记得胡晓琳老师 有一次分享 提到她的妈妈时 也是这一番话 朋友们 我们再也不能 用老人对我们的宽厚和理解 来扶慰我们自己 那种虚荣的心灵了 我呢 赶快又追上了一句 我说啊 我要带孩子来 老人一听 啊 你要带孩子来 好好好 什么时间来 你看 老人马上就转得非常高兴 因为他想见到孙子 说实在话 平常呢 也不是我们不回去 半月二十日 有的时候一个月 回去的次数 比较少 爱心不够啊 当我在读之前 我跟儿子讲 儿子啊 你现在呢 用自己的钱 给奶奶买一点东西 好吃的 我们一起看奶奶 饭前呢 我们就到了我妈的家 我妈一看 儿子来了 冲着儿子 她很高兴 我呢 从来没有过的 一种行李的方法 我给我妈 行了一个大礼 我妈这时候 愣了一下 你这是干什么 一看到孩子呢 赶快就说 来 你们想吃什么 我给你们做 我妈八十多岁了 还要让她给我做吗 这时候 我说不用 你千万你做好了 一切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很快 我们吃完了晚饭 我陪着我妈 开始聊天 聊了一会儿以后呢 我就跟我妈讲 我说妈 你把鞋脱下来 我妈说你干什么 我说你脱下来吧 我要给你洗脚 我妈愣了一下 我说不用吧 这时候呢 我就端了洗脚盆 去接了一些 热冷适合的水 端到我的妈妈的面前 我给我的妈妈 脱下了鞋子 脱下了袜子 我说妈 我来给你洗脚 我妈硬说不用不用 但是 我给我妈开始洗脚了 当我给我妈洗脚的时候 我酸出的眼泪 滴落在我妈的脚上 我在想 这种文化 这种教育 我的本善 怎么就来得这么晚呢 以前 怎么就没受过这样的教育吗 我看了看我妈妈 我妈妈 一种欣慰的眼光 在看着我 洗完脚以后呢 我开始陪我妈妈聊天 聊了一段时间 时间不早 我要告辞 我说妈 我们要回去 这时候呢 我站起来 又向我妈 行了一个大礼 这时候我妈妈 忙上前扶我 哎呀孩子 不用不用 你这是干什么 就好像我给她下跪一样 这时候 我一把把我的妈妈 搂在了怀里 这时候我才感觉到 我的母亲 怎么衰老得这么快啊 平常 我的母亲 在我心目当中 她的形象 一直是高高大大的 但是这次 我拥抱我的母亲的时候 我酸出的眼泪 也抵落在 我妈妈的肩膀上 我 抚摸着我的母亲 她已经是 年老倍弯 骨骼凸现 触手抚摸 感慨万千啊 我扪心自问啊 良心不安 我的确不知道 怎么我会有 这么难过的一种心情 后来呢 除了我每个周末 到我母亲家去外 白天呢 只要是有空 我都会开车 到我母亲那里 陪陪老人 有一天晚上呢 晚饭以后 我妈突然也来了个电话 她说 我感到有些胸闷 心脏呢 很不舒服 你能不能来陪陪我 我呢 赶快起身 驾车往我妈家赶去 路上我还在想 怎么能让我的母亲 再开心一些 所以说 当我到我妈妈家的时候 我面带微笑 给我妈讲了很多 开心的事 我记得 我小的时候 听到过许多 我父亲的故事 我父亲在去世之前呢 我知道他很多 很多的 很多年轻的故事 所以说呢 陪我妈妈聊天一阵以后 我就跟我妈说 哎呀 我听我爸爸过去 年轻的故事那么多 也从来没有听你 讲讲 你小的时候的故事 好了 这一下子 一下子打开我妈妈 那种兴奋心 兴奋的花匣子 她呢 就开始讲 她小的时候 是如何的上学 如何和同学在一起 如何的考 赶考 等等等等 聊到我母亲 非常开心的时候呢 我又顺手摸起了 我妈妈床边的一本 老式的歌本 她的床上始终放了 两三本歌本 我们小时候的音乐感觉啊 都是从我妈妈那里 传来的 所以我随手翻了一下 我妈妈曾经折过了一页 一些老歌 我呢随着就唱了起来 我妈妈呢 就跟着我 一起唱了起来 唱了一首 再唱一首 我看到我妈 非常高兴的时候 我又问我妈一个问题 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 你跟我爸爸 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 你们是怎么恋爱的 我妈妈非常的开心 跟我讲了 他是如何在朋友的介绍下 跟我爸爸 见面的 我爸爸又是第一次如何 邀请我妈妈的约会啊 第一次看电影的 那是上个世纪 解放以前的事情 谢谢 我妈妈非常的开心 后来呢 我看她心脏也没有问题了 心情也平静了下来 高兴了许多 我呢 后来离开了我妈妈家 那么后来过后了好几天以后 我妈妈跟我说啊 那天晚上啊 你走了以后 我的病不仅好了 而且 我整整兴奋了三天啊 在今年的母亲节 我为我母亲 安排了一条 在老市区 轻松愉快出游的线路 那就是拉着老人 走一下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 他从农村来到青岛 所居住的老房子 看一看老人 当年 与我爸爸第一次见面 约会的地方 我为老人拍了许多照片 最后呢 沿着青岛的海边 沿着新市区 返了回去 可以说 今年的母亲节 我的母亲 过得 还是有滋有味的 在大州公司 每周六的学习 分享当中呢 我把我母亲的这个 真实的感受 分享给了大家 其中有位外地的 同修呢 对我说 你 从你的分享当中啊 我找到了 让老人 驱病 开心的钥匙 朋友们 现在回想起 当初 如果没有出现 那好的善缘 我的今天 就很难说了 在我当时 那了万的心境 和极端的 情绪下呢 可以说 我当时 什么都能干得出来 而且 什么也不怕 当时 对我来说 如果有枪 如果有两吨炸药 后果 不堪设想啊 如果没有当初 朋友的千户万换 如果没有青岛大洲公司 每周六 对中华传统文化 圣贤教育 学习型的团队 对我的感染 我 也不可能发生 如此大的转变 这里呢 我要感谢 陈大慧老师 以及他的团队 全体成人 通人 你们不仅给了我这次 来唐山向大家 学习的机会 更是给了我 放下 我的污浊杂念 悔恨过去 更好的熏羞 完善自我 一个新的生命 重新做人的机会 谢谢 陈大慧老师 这里呢 请容许我 向大家展示一下 曾经伴随我 半年之久的 一根铁罐子 这就是当年 我曾经在仓库里 亲手割下来的 一段铁罐子 当时拿在手里 长短适中 分量适宜 挥杂自如啊 好了 今天呢 我就要把这根铁罐子 当着大家的面 正宗地宣布 我要让它伴随着我 伴随着我 所有的私心杂念 特别是我的 嗔恨之心 等等等等 一起放下 我多么想尽快地 摆脱困境 多么想尽快地走出低谷 改变现状 提升自我 头里盲闲 我也经常 在拜看 老教授 和蔡里旭 等老师 有关圣贤教育的 视频光碟 通过学习 大家就知道 宇宙之大 人生之短 我的确应该做一个 如法的好人 第一届大会结束以后 每个周六 我们都在青岛大洲 进行弟子规 和传统文化的学习 通过学习 让我也越来越多地 明白了人的 人生的真正的意义所在 圣人说得好 祸福无门 危感自招 行有不得 犯求诸己啊 记得两年以前 在我生日的一次聚会上 我有过这样一句话 人的一生 非常短暂 短暂的什么程度呢 人的一生 只有三天 那就是 昨天 今天 和明天 昨天 我们曾经创作过 许多的辉煌 有过许多不凡的业绩 昨天 我们也曾经走过 许多的勾勾侃侃 遇到过许多的不顺 但是 那已经是昨天的事情了 昨天 已经过去 昨天 已经成为了历史 那么 我们重要的是要 更好的立足于当下 立足于今天 再总结 在总结 过去 昨天 经验基础 经验教训上 来更好的 把握明天 把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 朋友们 当我 每次走进大洲 学习的时候呢 都会看到大洲公司 大洲人 所赢到的良好气氛 这些都是总裁刘克成 为人师表 政绩化人 赶化来的 刘总裁 把爱的种子 撒满了 每个员工的心中 每当我聆听 企业家 胡晓琳老师的报告时 我都会看到一个老板 将弟子规 导入企业 给企业带来 积极的正面影响 刘克成 胡总裁 等等 这些老板们 他们把一种大爱 从弟子规当中 提炼出来 又分享给企业的 每一个最需要 关爱的员工 让弟子规的精髓 在员工的 膝目当中 血中流淌 朋友们 回想 我这个人 在小小的转变 可以说 都完全得益于 对弟子规 和传统文化的学籍 得益于 认识了这么多的 圣贤老师 我也在想 现在人们能够 接触这么好的教育 我能碰到 这样的教育 也是祖上有德 有声三声 三声有声了 前几天呢 在刘总裁的 引荐下呢 我也跟中央党校的 刘玉丽教授 坐在一起 他们给了我 许多的开示 的确心态 才是改变命运的 关键所在 现在呢 我再简单说一下 这根铁棍子 是怎么来到现场的 记得第一次 在青岛第一届大会的时候 企业家 结束以后呢 老师和企业家 又来到了大洲 做了一场报告 我呢 当时就坐在第一排 陈大会老师 当时 他就讲了许多话 我就认为 就是对我讲的 因为他在讲道 霍虎无门 威敢自招的时候呢 他这样讲 你看看你 你身上带着一些 这样那样的凶器 你带着一些 这样的东西 你就是招 你就是招揽这方面的事 业长 我当时啊 我非常惭愧啊 我把头低下了 我就不知道 陈大会老师 他是怎么知道 我车里有这样的东西的呢 朋友们 每当我身处这种场合 每当我近距离接触这些 圣贤的老师 从他们的脸上 我知道了 人们之所以快乐 不是因为得到的多 而是计较的少 财富 不是我们一辈子的朋友 也不是我们一辈子的幸福 而行效向善 不失助人 知足常乐 践行好弟子归 才是我们 一生的幸福 谢谢大家